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市面上火热的两款小折叠屏手机 华为Pocket 2 荣耀Magic V Flip 今天来看看这两者有差区别 首先最重要的屏幕部分 两款手机内屏参数大同小异 较大的区别就是荣耀护眼表现更佳 支持3840赫兹高频PWM调光 而外屏区别就大了 不同于华为的小原屏设计思误 荣耀就搞了个4英寸大屏 参数还不低 1080P分辨率全局峰值亮度1600尼特 无需展开手机就可以导航 看视频Vlog录制等 尤其是视频录制和自拍 直接利用后置相机再配上大屏 体验很nice 再加上女明星Loopy的主题 这谁能不心动 相机素质方面荣耀的主摄规格要更高一些 但华为凭借出色的算法 实际样张对比基本实现55K 续航部分荣耀采用了青海湖电池 这个电池的特点就是能量密度大 在4800毫安时的情况下 机身展开厚度仅为7.15毫米 华为则更小一些 只有4520毫安时 两者均支持66瓦快充 但华为额外支持了40瓦无线充电 性能方面荣耀为骁龙8家 华为则是麒麟9000S 但后续升级了鸿门NEXT后 华为Pocket 2应该会有较大幅度提升 总的来看荣耀的优势是价格便宜一些 4999起 还有大尺寸外屏和护眼技术 性价比更高 而华为则是有鸿门加麒麟双buff加持 7499起 都是市面上不错的小折叠手机 我们下期再见